国骗蒙假票房大卖 不效业者利用春节期间大量的重置盗版光碟 嫌犯涉嫌利用未成年的国中生 在热闹的商圈夜市公开贩售 警方总共查获了3000张的盗版片 估计侵权市值高达5000万元 保智大队在过年期间前往全国各商圈夜市突击 结果发现目前盗版光碟最夯的 就是票房长红的国骗Banga 另外许多还没上映的芯片 也都出现了盗版 嫌犯不只打出买五送衣的优惠 还利用未成年的国中生来贩卖非法商品 陆陆细细在北部 中部 南部地区都有查到 这部蒙假这部片子的盗版片在荒漫的情形 警方所查扣的盗版光碟总共有3000多片 除了热门的Banga之外 还有阿凡达 锦衣卫 以及三四月份才会上映的几部好莱坞芯片 估算侵权市值高达5000万元 不效盗版商为了逃避警方的查契 以每日工资1000元来雇佣未成年国中生 从事非法贩售盗版光碟 全案目前依违反著作全法和少年事件处理法 将三名少年移送法办